多语的知识 第二章 为什么各国都应当为自己的术语展开竞争? 真正的胜利,真正的否定之否定 到来与敌人讲你的语言之时 斯拉沃热其则克 资本主义迫使各国为了市场份额、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展开竞争 各国也为了名称、品牌和术语展开竞争 尽管这类竞争不如前一类明显 对亚洲各国而言 是时候清点自己的文化资产 保卫自己的独特文化了 所有的文明都善于发明 它们都会创造各种事物 玩复杂的智力游戏 为自己所有的奇思妙想和奇特概念 冠以独一无二的名称 使之永久流传 想象一下几十亿人历经几百个世代能创造多么丰富的多样性 它们时不时会吸收来自其他文化的词汇 可能是因为这些词汇填补了自己文化中的一些明显的空白 或是遇到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词汇 比如20世纪德语的 沙登福的幸灾乐祸 俄语的intelligentsia 知识分子 日语的bonsai 万岁 但这类大方的举动 只是随意为之 并不系统 大多数时候 强有力的外国思想 或者重大的外来概念 都会被蓄意操纵 删改 窃取 随后被冠以全新的名称 引去原本的出处 使之为人熟知 进而被吸收规划 这是基本的规则 例如 在德国的主要新闻节目之一 今日新闻中 如果有穆斯林在被采访时 说了inshela 字面意思是弱真主意欲 那么德国的审查员 就会直接翻译成hoffendlich 但愿如此 德国新闻里一个外国词汇都没有 确实 所有的文明或多或少 都会把语言当作一种区分意己 突出自我的可靠手段 以其他文明的利益为代价 来实现扩张 语言也让他们早早地感受到 自由和创造力 我们是这样看待它的 我们是这样命名它的 有谁能阻止我们没有人 毫无疑问 这其中没有半点 对于他人文化财产的尊重 所以 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 如果征服者侵略了一个较弱的文明 后者很快就会丧失 对其知识的所有权 接着 这些知识会被翻译 并吸收进征服者自己的语会 仿佛他们自始至终都属于胜利的一方 仿佛胜者就有权蹂躏原本的文字 由于翻译是极其有效的文化扩张工具 各国都编写了自己的词典 从技术上将无限的世界 一切已知和未知的事物 简化 限制为一组数量很少的词汇 结果 每一个像样的国家 只要拥有自己的词典 就相信自己能在实践中 掌握一切知识 并且理论上可以在任何时候 替代其他国家的文化 而不会损失任何信息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人造的词典不断扩大 但它们依然与实践经验向北 例如 我们如今知道 全世界共有300至3000万种动物 但得与词典收录的词条 却从未超过50万个 如何为宇宙中的万物命名 1000年来 数十亿人曾经用1万种语言 表达过无数伟大的想法 但现代英语这种所谓的 国际通用语言 在2013年也只有110万个词 这对于人类全体而言是不够的 把全世界的所有词汇 简化为一小部分 来自欧洲的词语后 西方的精英们 不用一个汉语原文词汇 就能写出诸如中国哲学之类的著作 就连哲学 philosophy 这个词都是从西方进口的 知识分子 大都对全盘翻译的影响感到绝望 被翻译的术语将会毁灭 别的词语将取而代之 这是在灭绝词汇 其残酷程度简直堪比种族灭绝 议员不过是一种有头脑的士兵 东方词汇的解放诀非空谈 日后必将到来 它将受到西方的重宠抵抗 尤其是媒体及出版行业 然而 识别 推广 保护本土的名称 词汇和品牌 是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任何东方文明的做法 无论大小 国家都应该像对待其他任何事物那样 为自己的术语展开竞争